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收看美麗星談判 宜蘭舊城從清朝佳境17年 西元1812年 將宜蘭納禄版圖設置葛瑪蘭廳至今 這裡一直是地方治理的中心 經過了兩百多年的歷史刑訴 孕育出了豐富的地景人文 現在就帶你一起去探訪古城的昔日風防 微風輕浮陽柳 水之清澈見底 曾經是捍衛宜蘭古城的護城河 在成為柏游路面下的暗渠幾十年後 如今又再次重建天日 百年校園光復國小區域所打造的九窮樣月 是護城河在線計畫裡最長也最為完整的一條 生態池裡可以看到悠游的魚群 圓形稻磚上也鑲嵌有四季氣候的鯉魚 庫城河事實上是我們把宜蘭河的水引進來的一部分 在民國七十年代為了交通的問題把河川加蓋 然後變成道路是一個最省錢的一個方式 但也就犧牲了我們都市景觀 生活的都市 那就一定要有一條河流 更何況這一個河它有歷史的意義 過去栽種很多養療等等這些東西 對於我們讓宜蘭城再度振興起來是非常有意義的 翻開古城地圖 宜蘭舊城是一座非常接近圓形的古城 日治時期城門與城牆拆除 護城豪改為八千代川 來到畫龍一村鵲舍群旁的九瓊柳月 或是走訪中山公園內的護城河岸 河中搖曳的水草 岸邊的垂柳 讓人似乎回到了曾經的歷史時光 我們宜蘭市的舊城東西南北路 繞一圈就是以前清早時代的宜蘭舊城 那我們大約來看 這一條是舊城東路 雙黃線往外的差不多是原來的護城河 那麼雙黃線裡面的是城堡 所以我們講的那個加蓋 大概就是這一段 整個繞宜蘭城這一段 所以這個柏友路面的下面 它其實還是有那個灌溉水 從這裡流通出去 一直到那個現在的狀文那邊去 它在市區部分因為已經失去了農田灌溉的作用 所以這個就變成通過性的 但是就被加蓋了 新成現在的舊城東西南北路 加慶17年所興建的宜蘭舊城又稱為格馬蘭城 東西南北方各有四座城門 以八卦方位分別命名為 東正平門 西對安門 南黎順門 北坎興門 四座舊城門的中間字平安順興 是宜蘭人專屬的吉祥問候語 當時城牆與城門拆除後被棄制的石門鵝 陷井村對安門及坎興門 被保存在宜蘭市李克勇紀念圖書館內 日本時代以後城堡沒有作用 沒有防衛的作用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它那個會變成一個都市發展的阻礙 城內跟城外就會都市要擴張就會產生困難 第三個原因就是衛生上的 那他們的邏輯是說一個城包起來 如果萬一有病訓 就在這個城內裡面一直傳播 一直出不去 那把城牆拆掉以後這個四通八達 串連四大城門的重要街道 稱為十字大街 招應公坐落在十字大街交會的舊城核心 是昔日官府公告及居民聚會的重要場所 道光十四年在園址對接重建 改為坐東向西 成為全台灣唯一不面海的媽祖廟 招應公原來是在對面這裡 現在這棟大樓 可能舊廟壞掉了 所以要蓋新廟 蓋新廟以後就換風水 就本來是坐西朝東 還變成坐東朝西 對面這裡就蓋細台這樣子 那有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它換了風水之後呢 就對宜蘭城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忙 因為沒多久 1868年楊四方就中了近視啊 招應公於嘉慶十三年建廟至今 已超過兩百年 是宜蘭縣唯一的國家三級古蹟 正殿主神供奉媽祖 正殿中央神龕上方 懸掛著澤潭海宇 及與天同宮兩面匾額 匾額中央上方各有鑽科 道光皇帝之寶 及光緒玉筆之寶的印喜 由此可看出 招應公在清治時期 有著極為崇高的地位 在閩南地區的話呢 馬祖廟是神格最高的廟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它就在宜蘭城 宜蘭舊城的最中心的位置 就是說清朝時代 它的官方服務的機制 是很低啊 那它靠什麼來統治老百姓呢 靠信仰 靠宗教的力量 靠宗族的力量 招應公雖然歷經數次整修 但迄今前殿及正殿 仍保存不少道光年間的原物 例如前殿的龍柱 石屍 均為清代中崎石的雕刻 壁堵及良銀的石雕 木雕 更是華麗精緻 招應公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後殿供奉三尊 身著清代官服的木雕精深 開蘭三大佬 招應公的後殿供奉的三大佬 是宜蘭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三個地方館 中間的這個陽廳裡 他是當時清朝指派來負責籌備開蘭的 那他的左邊跟右邊 左邊這個是第一任的通畔宅幹 那那個接下來右邊的是第二任的那個城珍 這個是我們在這裡 供奉從功報德來紀念他對於宜蘭這塊土地上 所付出過的一個努力 左訪舊城巷弄間 也能在某些角落找到各種造型不一的石桿當 石桿當的信仰是開蘭鮮明 偏手知足開墾家園時 把它當作保平安必要挾的一種物件 重聖街這塊獅頭鮮艷的石桿當 是宜蘭縣內現存量體最大的一塊 宜蘭城就像是一座沒有圍牆的博物館 建議您不妨用步行的方式 漫遊舊城街道 一起感受這個擁有兩百多年 歷史文化底蘊的蘭城風華 兩百多年前 新庭江宜蘭納路版圖之後 為了宣揚教化陸續興建廟宇 當時舊城的西門區 是傳統產業和工藝將鋪最密集的地方 而位於西門的城華廟一帶 更可說是當時舊城區裡 最重要且熱鬧的市民廣場 繁華一時 城華廟這一帶 是當時宜蘭城的最精華區 為什麼呢 因為它臨近宜蘭河 所以很多宜蘭河的貿易 是從這裡開始先發展的 所以這裡住了當時宜蘭城最重要的人 有錢人啊 各種商業的商業都在這裡興盛 華國美國有啦 做生意的賣小生意等等都在這裡發生 這裡簡直是清朝時代宜蘭城的洞區啊 城為城牆 黃是指護城河 傳統信仰中 祭祭城皇可以守護城池 以及庇佑平安 這座城皇廟 也是宜蘭大新安文化的發源地 它幾乎集合了宜蘭當時傳統工藝的基因 包括建築啦 木雕啦 彩繪啦 這個窗花 你仔細看它是鑄鐵啊 再加上那個彩繪啊 這當時是一個很先進的一個技術 再來就是它上面的那個磁磚 這個是那個立體磁磚 在日本時代非常流行的一個建築的一個樣式 所以整個來講啊 我認為這一間才是我們宜蘭的美術館 它極宜蘭傳統工藝的大聲 宜城皇廟位在同一條街上 還有台灣的第一座岳飛廟 碧霞宮 宜蘭文明的岩家彩繪 景洋花磚專門就位於碧霞宮旁 其中已故大師閻文博 更是燒畫磚領域中 能獨自完成彩繪與燒製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岩家三代 寺廟彩繪是非常有傳承 非常有歷史的啦 包括最早一代的岩金鐘 第二代的岩文博跟岩山元 所以你在宜蘭有一點歷史 大大小小的廟裡面 都可以看到他們的作品 在宜蘭的地區裡面 岩家的磚畫跟寺廟彩繪是首屈指的 通草從清代開始就被用來造紙 藏身於舊城 巡洪溜航阿的 皇家通草紙花工藝技術 已傳承四代 至少有120年的歷史 畢生致力通草紙花記憶的 已故大師黃德和 擅長各種花卉 所製作的花形與美感 猶如栩栩如生的鮮花 幸而這個擠進失傳的記憶 有了媳婦李立華的接續努力 能夠再一棒棒傳承下去 我會去回想 公公那時候是怎麼做的 其實我那時候跟他學習不多 所以我們現在有在研究 有研究那個通草 會更手工更細 因為通草協會 我們也邀請了很多的教授 還有插花老師 手工藝老師聯合起來 來做研究 因為我們要做這個傳承 一定要更精進 才會把這個傳承留下一代的 這是我的使命感 創始於清光旭 十四年的百年高餅舖 走進餅舖 可看見櫥窗上放著 滿是家傳的木雕印模 82歲的餅舖老師傅 隨手拿起一個印模 就是一段有味道的歷史故事 結婚喜慶食用的鴛鴦餅 年節拜拜必買的魚形糕餅 每個圖案都蘊含著一段屬於 宜蘭舊成人的生活文化 這個面龜的模型 就是早期的時候 我們台灣還沒有那個 麵包跟蛋糕的時候 以前七十大社 六十大社 都是用這個面龜模 當那個送禮 親戚朋友大社的時候 做幾十個送親戚朋友 大家一起慶祝這樣子 從熱鬧的城隍廟向南走去 所看到的現在整個 聯勤204停車場 以及畫龍一村眷舍群區域 都曾經是清代的軍事基地 五營遺址 也是日治時期的練兵場 戰後國民政府將聯勤204場 搬遷至此 取名為畫龍一村 歷史上 這裡是一個充滿軍事色彩的區域 後方的五營街便是因此而得名 這裡叫五營街的原因 是前面是清早時代的五營 那叫駐軍 它駐軍的武器或怎麼樣 它需要修補或者需要製作 所以在它這個五營的後面 就發展成了一個打鐵的 這樣一個產業 隨著時代的變化 現在有點變化了 實際上在打鐵也只剩這一家 從畫龍一村眷舍群 往對街看過去 正是全台灣唯一生產紅鹿酒的 宜蘭酒廠 身為一個百年酒廠 廠區內所保留的行政大樓 甲子蘭酒文物館 紅鹿一廊 紅曲館 以及粉紅色木造建築的容器倉庫 都是日治昭和出奇的建築 宜蘭酒廠裡面 日治時代的建物 都指定成為歷史建築 現在整個宜蘭酒廠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歷史保存區 建立了一個甲子蘭酒文物館 開始導入這個文創的觀念 繞進舊城西路時 別忘了走進兼具文化與藝術的 光大象走廊 從入口處 相有工藝作品的木雕地圖 開始光大象的藝術圍牆之旅 牆上的藍城百工記憶石雕 刻畫著舊城各行各業的縮影 訴說舊城歷史的鑽雕牆面 這樣整面的手工鑽雕技術 在台灣已難得見到 以及記載宜蘭城地理人文的 西式大溪水文圖大壁磚畫 難得的是 這面燒畫磚作品 是已故匠師閻文博 歷經半年才完成的大作 非常值得仔細欣賞 歡迎回到美麗星台灣 從日據時代開始 每一次的都市計畫 已然是幾乎都是一直往南發展 在太平洋戰爭末期 日軍基於備戰的需求 將舊城南郊大片的田園 瞬間打造成天羅地網的軍事地景 因此這裡也遺留下了一些 太平洋戰爭時的歷史遺構 初次看見這個建築 覺得很像魔界中哈比人的小屋 非常有趣 但其實這是因應太平洋戰爭所興建 日方未隱蔽軍基所蓋的掩體結構 又稱為基堡 建造成圓弧形 湖頂上方附土植草 有著偽裝起敵的效果 前方還會放置防爆混凝土塊 基堡前面左右都有一肚牆 這個是等你那個飛機 進入到那個基堡之後呢 這肚牆就往中間靠 目的呢就是讓那個萬一 炮彈在它基堡前面爆炸 那個碎片不會傷到飛機本身 連接南北兩座飛行場的滑行道旁 建構許多基堡設施 特別是藏匿於竹林間 讓美軍在空中 無法清楚掌握地面的狀況 依然到日本時代有三個機場 南機場 北機場 西機場 那西機場是預備機場 實際上是沒有用過的 那北機場就是現在的金六節營區 那個區位也不良 所以事實上是沒有辦法 給飛機起降 真正能夠有起降功能 只有南機場 二戰時期留下的軍事遺構 大多比較隱密 透過學者專家的導覽 帶領民眾體驗在地軍事地景 一窺神風特工隊的歷史故事 日本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 1943年44年已經登庫有禁 所以採用自殺式的攻擊 神風特工隊 就是那種開飛機自殺式攻擊美軍這樣子 那因為你要讓這些人犧牲生命 雖然他們都知道 但是為了撫平他們心情 所以在出征之前 都給他們最好的招待 所以三崎旅館也有 圓山溫泉也是 圓山溫泉為什麼是呢 因為這一帶就是有很多的軍事設施 機場 南北機場都在這附近 所以圓山溫泉這裡也是一個 接待神風特工隊隊員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現在看到這條非常直的道路 叫做移科路 這條路曾經是南機場的跑道 機場內的八角塔台 是當時引導軍機起降 所建的指揮所 這個八角台就是這整個南機場的指揮中心 那它旁邊這條移科路 事實上就是當時的南機場有兩個跑道 這個是它的主跑道 那那個你如果望著它這個軸線 直直過去就可以看到龜山島 那目的就是說從這裡起降 往這個方向一直飛 過了龜山島之後 就會可以跟從琉球來的這個空軍會合 去攻擊這個美國的飛機 或者美國的海軍軍艦這樣子 那回來也是 它可以有一個天然的地標 叫龜山島 你看到龜山島往那個方向 再繼續沿著萊安溪的河谷 大概就可以找得到南機場的跑道 另一個軍事遺構南機場風向帶 為了掩蔽其敵 同樣在屋頂上附土植草 並架設風向旗及桿子 作為南機場測量飛機起降 所需氣候資料的建築 南機場周邊另一個主體上 保持上完整的軍事設施 就是目前閒置於田間的這座彈藥庫 因為你有軍事設施就會成為它的 那個轟炸的目標 那美軍從過去的口述來看起來 它對一般的農村其實轟炸的並不多 那主要都是針對軍事設施 交通設施跟工廠 這類比較大型的工廠 像這種尤其是南機場周邊一帶 因為這麼大型又這麼醒目 又這麼好找的軍事設施 它自然就會成為那個轟炸的目標 在宜蘭市中山公園裡 也有一座碉堡遺跡 這是太平洋戰爭時期 日本海軍的通信中心 這些遺留物可以作為我們 對於一個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紀念物 第二個就是它聯合起來 其實我一直在提一個觀念 就是變成一個戰爭博物館 這裡有各種形式的 這個二次大戰期間的軍事設施 這些東西在未來的戰爭 它也許已經沒有辦法作用 但是它已經構成歷史古蹟的一個價值 可以讓我們在安訪 或者軍事旅遊的這樣一個過程裡面 了解到說過去它戰爭的想定 以及它的作用在哪裡 戰後棄制不用的飛行紀錄 成了牽台的榮民老兵 安家立命的場所 他們在飛行紀錄的兩側空地 搭建防射 在此落地生根 形成了眷村聚落 這一條我們現在所謂的復國巷 日本時代叫做飛行紀錄 民國38年之後帶來大量的國軍 這些老兵他們又是外省人 在這裡本地沒有地緣 所以都找一些他們認為可以的地方 就自己蓋房子慢慢慢慢就聚集成為一個眷村 因為這個地為什麼會聚集在這裡 因為這裡距離軍營近 他們就究竟在這裡找慢慢的 所以你看這個復國巷非常特別 它就是一條線性的一個眷村 歷史空間將歷史與生命 融入並滲透在我們生活的場域中 經過清嶺時期 日治時期 不同歷史脈絡發展下的宜蘭城 所展現出的特有人文風貌與歷史建物 還有歷經二次世界大戰 仍然保存完整的軍事遺構與歷史遺跡 都在喚起著我們對歷史的記憶 這些都有待我們重新去認識它 珍惜它 並且賦予它新的意義與生命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